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会 祝你如愿以偿 顺利通关试炼 好 再会 讲故事的两位 还有陪练的 对了 最后一个问题 你用的香水 是在哪里买的 我在船上 就想问这个问题了 香气非常特别嘛 你这种假小子 你竟然也会对香水 有兴趣吗 走吧 我们也回家去 嘿 两位 回来了 你们这婚前旅行 去的还真够久的 这位是 新娇的朋友 欢迎欢迎 刚下船还没吃早饭吧 现在正是吃海鲜的好食节 烤几串三薰鰻 刷上熊蜜 那叫一个外焦里嫩 咸鲜甜香 还有蟹黄汤包 又鲜又暖 唯唯无求 正适合周车劳顿之后 吃一楼 真的这么好吃吗 我请你吃早餐吧 小妍 我们也许久 没有一同去京八课吃饭了 我请你吃饭了 你吃饭了 我想看你吃饭了 可以吃饭了 一点小妍 看,那边装饰有风帆的圆形建筑,那就是冒险家协会的总部。 到了,几位请下船。 几个月不见,京巴克像是比从前更热闹了。 请进,三位想吃什么? 长长久久海鲜面,甜甜蜜蜜热豆浆,还是心心相依蟹肉包? 喝以前一样就好,你呢? 那就,刚才说的三须满鱼。 和蟹黄汤包? 好嘞,情侣套餐一份,三须满鱼一份,蟹黄汤包一剔。 里面请,有两位喜欢的靠窗座。 哎,告诉你个小道消息。 听说,最近胡族的小公子也来了苏兰,准备参加冒险试炼。 好像随便走走,就能遇上几个参加冒险试炼的人。 每次试炼之前,苏兰城中都是这样的呀。 毕竟是云垂最大的民间族,近来声名最盛的,是八大冒险家的传说吧。 千里胡鸣,百鬼夜行。 那位秦少师前辈的传奇故事,更是传畅不衰。 秦少师前辈的传说我也听说过。 那你呢? 我觉得,你一定也是个很有故事的冒险家。 当然啦,他曾经是最有希望近身A级冒险家的人呢。 如果,没有半年前那场风暴的话。 好了,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 给,你从前最喜欢的烤鰻鱼。 还有你,也别客气。 吃好了的话,我们就走吧。 等等,让我带上这几串鰻鱼。 不急,我们还要先去一趟冒险家协会。 我们要... 抱,抱歉。 还逞强说什么今天好多了呢? 快把药吃了。 所以我才想让你早点回家休息吗? 不,不要紧。 啊,不错。 今天冒险试炼已经开始报名了。 你早些去吧。 但礼物还是... 礼物就麻烦你了。 交给冒险家协会的白鹿就好。 还有,这是南哥的怀表。 你把这个一起给他,他就知道了。 我们就先告辞了。 过几日你有空闲,再来我家做客吧。 小妍的手艺,如今也不比金巴克主厨差多少万。 那是... 那个符号是怎么回事? 我眼花了? 看来在船上睡觉,果然睡不好。 你应该走。 不过,你吃有什么好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休息时间如有要事请进入内厅 内厅是哪儿 还有 友情提醒 记得做好防护措施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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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is this?A duel between losers? No!Anyone that takes away my sport will have a taste of nightmare! Want to run?I've never let go of anything I've set eyes on And we're here. I thought it was good. No, you're the last person right here. I hav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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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Oh, I think we'll be so tired. Hahaha,hmm. Good morning.A new customer? How may I call the- the F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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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就不能让本大爷安静一会儿吗 可以采集和记录风景 还可以照出生物的原状 难怪叫破旺水晶 嗯 是个很有悟性的新人呢 还有 今天晚上吃园里肉火锅 谁能管管他 另外两种器 匕首和罗盘呢 也有这样的用处吗 想知道的话 试炼的时候就好好表现吧 好了 闲话就说到这里为止 先跟我来大案部登记信息吧 还有一件事 南哥拓把礼物转交给你 白姑娘 白姑娘 你还在这里啊 刚才一本正经地提醒大家的人是谁啊 是会长啊 骑士阁下 以及这是给您的礼物 药剂 哦 南哥和夏颜回来了 夏 女孩子恋爱之后果然不一样 夏颜那种大条妹子都这么细心 好了 我去把这些礼物分给大家 阿湘 麻烦你带她去当案部吧 大 以及白鲁姐姐 压榨未成年人 是不符合云陈相关法规的 那场海难之后 海难 就跟以前不大一样了 你没听说过 就是半年前那件事吗 半年前 小妹妹 能说给我听听吗 叫雪姐 我已经在冒险家协会待了很久了 好的 雪姐 那场海难究竟 是怎么回事 半年前 夏颜姐姐出海的时候 经历过一场海上风暴 海上的飓风 你懂得 船沉了 所有人都没回来 我们都以为 夏颜姐姐也回不来了 南哥也是因为这件事 伤心病倒的 难怪她的身体状况这么糟糕 她一定很喜欢夏颜吧 那当然了 海难之前 她俩每天都散发着恋爱的酸臭味 咦 后来你知道的 夏颜姐姐从海上回来了 她是唯一的一个幸存者 我们都觉得是个奇迹呢 好 好 登记表来了 你在这里按个手印就好了 信息确认 登记完成 以及 试炼要过几天才开始 你可以走了啦 谢谢 那 试炼之前 我需要做什么准备吗 不需要 轻松快乐的去观光吧 来 地图给你 我亲手画的 不用谢我 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嘛 说的对 在试炼开始之前 好好游览一下苏兰城的风景吧 你的礼物来了 清风怪弹绝版单行本 太棒了 小梅花会嫉妒的两眼发绿的 其他人的是什么礼物啊 放完了吗 嗯 只剩紫慧 梅三 和端木三个人的了 他们刚才去了城中办事 谢谢 不过 麻烦新人做这个不太好 何况端木 不要紧 我也没有什么别的事 更何况 还可以多认识几位冒险家前辈们 那么就拜托你了 如果找不到人 失恋时再转交礼物也没关系 比起这个 享受阳光和海风 才是最重要的 才是最重要的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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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展准你 再次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来 那个 你好 抱歉 请稍等片刻 如你所见 现在我身有钥匙 捉螃蟹 钥匙 我懂了 这就是生活处处接修行的道理吧 我也来一起抓 来了 来了 快 站住他 单表裁 站住你 呜呜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帮大忙了 据我研究 每月落潮之日太阳升起的五克中后 帝王蟹有87%的概率出没 若事先清理沙滩上的小蟹 出现概率将提升至94% 果然没有白等 身为冒险家 自然应当通晓自然治理 请稍候 好了 五两蟹肉刺身 分你二分之一 这味道啊 最为鲜美 找我有什么事 银铃香辛料 六个月前的事了 想不到南哥还记得 改天我去谢他 你们是一起回来的吗 是的 早上才下船 我第一次坐这么久的船 他们挺照顾我的 船上 夏颜真是个令人敬佩的姑娘 那般可怕的海难 生存率不足十万分之一 换作是我 经历过这种事 大概连协会里的航船模型 也不敢直视 然而 他竟仍未向大海屈服 这等气魄 想必连会长都会赞叹不已吧 地 太严肃了 不行 这又太繁复了 和冒险不太大 你未免也太认真了 也许你的客人没想这么多 当然要认真对待了 人家付了一大颗深海明珠做定金嘛 收下了报酬 就要表达出同等的诚意 这不也是你们的信条吗 是哪 不过这种自由心证的委托 也会让我们很困扰 适合四处冒险的漂亮衣服什么的 太暧昧了 有了 这不就是现成的新人冒险家吗 没忘了我吧 我是没远厅 叫我狐娘就行了 没 狐娘姐姐好 美狐娘也没问题 这个新的绰号 我就笑纳了 你 难道打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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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